Hello大家好,我是Lisa 我這幾年常常會收到一些小娃們來信問我說 聽說社區大學UC現在因為太多人了 所以很難拿到課 常常會造成無法按時畢業的情況 請問是真的嗎? 今天我們就要針對這個 因為太多人 所以很難拿到課這個問題來進行解說 在影片開始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Lisa頻道的會員制度已經開始囉 歡迎大家加入來給我支持一下 謝謝 首先呢 的確是有一些人在各大論壇謠傳 因為太多人所以很難拿到課 不然不會有一堆人跑來問我是不是真的 我個人是覺得啦 拿不拿到課是自己時間安排的問題 跟人多人少沒有太大的關係 社區大學就先不說啦 UC每年都有固定錄取的名額 大家也都知道嘛 在說學校是有控制每學期在校學生人數的 我有一個朋友 大四最後一個學期的時候 發現自己需要再多讀半年 於是他就去找Counselor Counselor告訴他 他如果這學期結束 總學分沒有超過多少的話 他就可以再讀半年 不然的話 就不能在正常學期來拿課 因為如果每個人都這樣子的話 學校學生人數就會太多 上面都不畢業下面的一直來 所以有這種情況的人 只能在暑假才能再回來拿課了 那學校也不是笨蛋嘛 他們也有多年的經驗了 他們知道學校有多少人 所以需要開多少相應的課程 來供學生選擇 除非是小部門或者是冷門的課啦 不然一般像是必修課啊 或者是熱門的課 都會有多於一個教授 或者是一節課的 像我之前在Burkney的時候 我們那邊的日文課很熱門 超級多人選的 所以初級班呢 基本上從早上8點到下午5點 幾乎每個小時都有開課 那越高級的班呢 當然開了課就越來越少 因為真的很少人會學到那麼高級啊 除非是日文系的 那像我們學校的音樂系呢 是小部門 但超級多別的系的人來拿課的 所以初級的課呢 都開了很多 但到越高級越專業的課呢 就越開越少 而我自從進到Burkney之後呢 也沒有聽過任何人說他們拿不到課啊 我自己也沒有遇到任何拿不到課的經驗 大一大二或社區大學的時候呢 是有可能會拿不到自己想要的課 因為大一大二都是一些共同科目基本課程 新生們都擠在那邊要拿這些課 但隨著時間的增長呢 大家都去學自己專業的東西 越學越專業 當然人就越來越少 課就越來越好拿了 而大家知道嗎 學校是這樣子的吼 你離畢業越近呢 你選課的時間呢就越早 所以真的不會因為人太多選不到課導致閉不了眼 如果真的有 那可能也是自己時間安排的問題 我在社區大學大一大二的時候呢 也是有學期選不到自己想要的熱門課老師啦 但我這學期選不到這個老師這堂課 我就換一個以後也是要選的課 也是要選的老師 等下學期呢 我再去選這個本的要選的熱門課的老師啊 我就不相信你在大學所有需要拿的課 全部都是熱門的 一定會有幾個熱門的 熱門的課拿不到就先拿熱門的就好了啊 所以建議大家前兩個學期的時候呢 可以先試著選熱門的課 選不到的話呢 就選不是這麼熱門的課 等自己學分越來越多的時候呢 自然選課時間就越來越早 那那個時候呢 自然就可以選到自己想要的課了 那如果你一開始就選到熱門的課呢 那恭喜你 那就不可能會因為自己拿不到課而逼不了業啦 因為後面冷門的課不就更好選了嗎 那如果你堅持這一學期一定要拿到這個課 或者是一定要這個教授不可 拿不到也不拿別的那我也沒有辦法 明明就有別的教授的這門課 或者是其他別的課可以選 你自己不選那就不是選不到課的問題了 其實很多時候啊都不是選不到課的問題 而是選不到你想要的時間或者是教授的問題 例如早八的課不想選啊 這個教授比較容易得高分之類的 如果真的是這樣子的話呢 那真的真的不是因為人多選不到課的問題了 而是你自己的問題了 熱門的時間段跟熱門的教授就那幾個 每個人都想搶搶不到呢就自己摸摸鼻子 或者是換教授或者是換時間 不然就下個學期再接再厲啊 其實要拿到課的方法有很多啦 例如開學的時候直接去教室求教授收你 如果你是最後一年的最後一個學期的話呢 用這招最有用了 實際上呢我就有遇過 我在社區大學的時候呢 就有一個人跑來教室跟教授說 這個是他的最後一個學期了 一定要拿到這堂課不可 結果教授就收他了啦 當然啦我也有遇過一次是教授沒有收的 因為我們班人數太多太滿了 而他也知道還有其他一樣的課程的教授呢 是沒有滿的 所以呢他就叫他去他那邊了 熱門的教授大家都想搶啦 換個熱門的呢保證一定拿得到 其實我常常在想那些說 因為拿不到課導致無法正常畢業的人呢 是不是因為自學期拿不到呢 就直接放棄掉了 例如呢自學期打算拿五節課 結果有兩節沒有選到 所以這學期呢乾脆就只拿三節課就好了 如果每個學期都是這樣子的話 那當然避不了業啊 有兩節課沒有拿到的話 不會換一個課 五節課拿好拿滿嗎 反正遲早都要拿 有超在早拿晚拿嗎 所以大家不要擔心啦 學校一定會開購課讓大家拿 但學校也不可能讓大家 這學期都一窩蜂的去拿這個課 而其他的課都小貓兩三隻 所以也不可能只就一兩節熱門的課 開大量的時間要平均一下嘛 讓學生可以分流到不同的課裡面去 好啦 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我之前呢在這個影片裡面也有說過 最好的方法呢 就是在第一個學期開學之前呢 就把所有要上的課都列出來 並且排好 而且要準備呢 可以隨時的雕換 大家如果有興趣知道我是怎麼做的的話呢 可以去看這個影片喔 另外呢我也有自己自製一個排課的表格 可以供大家使用 左邊這個major requirements呢 可以填上所有自己主修必修的課 下面的others呢 可以填寫其他選修的課 這裡呢可以多寫一點 方便自己未來好挑選 那其他的格子呢 就是填上自己排的每個學期要選的課了 有需要這個表格的小娃娃們呢 可以自己到下面資訊欄連結下載喔 好我是Lisa 今天影片就到這裡 如果你喜歡或覺得有幫助的話呢 不要忘記幫我按讚加分享 還沒有訂閱的朋友們呢 也不要忘記幫我按下訂閱 然後記得打開小鈴鐺喔 另外Lisa也開啟了會員制度 也歡迎大家加入來給我支持一下喔 另外Lisa也有Facebook跟Instagram 也歡迎大家來給我follow按讚一下喔 好那我們就下次見啦 掰掰